你可能不知道同屋这个名字 但你一定听说过 傅春山居图 在傅春山居图下 是一个被古式化记载的城市 起山一水 天下独爵 这可能是中国最好的乡村之一 中山乡 难以置信 这里的别墅 很多都是初代的快递小哥盖起来的 中国快递中 三通一达都来自这里 他们是怎么做到从零开始 平地起高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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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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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眼一眼 三灯火 二十分钟协来 在这个点 也能迅速理解什么是中国乡村 越来越快 一玩上几百吨的货物 分秒逼争 绝不拖延 因为他们24小时的交替上班 才有了我们手机上 24小时的物流记录 货物集中到省内集参点后 整理分发 连夜发往目的地 省市集参点 这个重量千万千万 要放在心上 谢货吧 从一开始这个货到了 每个人都是神经绷紧的 早上八点 快递小哥的投放倒计时已经开始了 清晨到达失去快递点的货物 要求必须当天完成投放 你在手机上看到的简单数字 在这里会换为无数个快递人敏捷的速度 而这个完美的时间管理和精妙的流程 出自同楼人的创意 跟随他走岸这一遍 我们才知道 多少快递小哥的奋力努力 构成了一三天 关通全中国的消费需要 每一个快递都凝聚着他们努力的一瞬 柯总早一带的快递小哥 如今转业店的老板 30年前 16岁的他在杭州做起了一名快递小哥 2006年 攒够了10万元 柯总创业 做快递网点 每晚打包 细货到凌晨2点 早上6点起床 接着开班车 一个人当三个人用 快递利润很薄 赚的都是辛苦钱 一起合伙的新企退出的 这眼扛不住 太累了 有一分钱 挣一分钱 快递行业没有神话 只有勤劳和苦干 有人在采访日夜建成不辞辛苦 才有了我们深爱的家乡中的点点幸福 我很难想象在如此平静的小城里 诞生了中国速度 潇洒同窝圈 春山半食茶 这里是铜锣 有现实版的赴春山巨图 或许快递的意义 就是把铜锣的幸福 运往全国各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